好,我們來到第七課的後半部分 終於到了應用的部分 這部分算是DSE程度比較難的部分 主要的原因是我們會看圖 但圖其實會比較複雜一點 不過大家是有能力去做到的 好,很快地重溫我們之前學過的東西 第一件事我們學過面積公式 面積公式呢,這次我們會比較少用到的 面積公式是2分之1,A,B,ψ,φ 接著我們學過兩條最重要的公式 我們可以計算尾指數的 就是正元公式和原公式 Side和Coside Side除了邊可以放上面之外 其實各都可以放上面 另一件事就是Coside通常會寫這條式 這裏還有多一條顏色就是我們把主行 轉成Coside的角色 那你自己判斷自己記不記得 我覺得記多一條顏色就比較麻煩 還有記住,你多背一條顏色的話,不要記錯 上面的加加減減 所以如果你都覺得OK的 一條顏色過,這樣就一條顏色過 到時解方程就可以了 你要記得不同公式的使用時機 SideLaw是要兩條邊兩隻角用的 是連同我們要計算的尾指數 再加另外三個數字 我們要有兩邊兩角 而CosideLaw是要三條邊都有 再加一隻角 是連同我們要找尾指數 下面也有兩題數,大家可以試試看 例如第一題,我們看到兩條邊 兩邊和兩隻角 你自己判斷用哪一個SideLaw 記住,兩邊兩角是要分組的 旁邊的一題,三邊一角 你要判斷用哪一個色做 那一條角對著一條邊 我們要用它做主項